西美市戲職一間 姜母鴨店上演火爆衝突 一對兄弟因為7000元 購物糾紛找對方談判 結果一言不合 不但打成一團 甚至酒瓶跟椅子都被拿起來 當作武器猛砸 警方趕到現場 也把三名參與兜的人依法送辦 姜母鴨店前 調文一男子情緒很失控 不斷大聲跑騷 看我什麼意思 不能看你是不是 不管好幾名員警就在一旁 男子繼續搶殺 然後呢 然後呢 在店裡頭發生爭執 甚至還有激烈肢體衝突 原因跟金錢糾紛有關係 那個人欠我哥錢 西美市戲職一間姜母鴨店 7號碗間10點多 店裡頭打得亂七八糟 原來一對高姓兄弟 先前以7000元上 李姓男子購買東西 不過他卻收了錢 遲遲沒交貨 加上之前還欠錢 兩件事都在一塊 讓兄弟兩氣不過 相約姜母鴨店談判 沒想到雙方一言不合 當場上演全武行 一旁李姓男子的兒子 看到這一幕 跟著爸爸一起拿起酒瓶 一直朝對方猛黑 打鬥聲響 嚇壞附近民眾 將母鴨店爆發激烈衝突 直到警察來了 才控制場面 因交易買賣債務糾紛 動手三明換險 互扣傷害 均以現行換代付 雙方依傷害罪嫌 移送40地檢署偵辦 兄弟黨想討錢 哥哥卻慘遭毆傷 最後四人全都被帶回訓問 原本金錢糾紛沒解決 現在又多了傷害告訴 問題恐怕越變越複雜 記得朋友 所以仰我好心被報道